明明瞄得很准了 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进 这节课深度POSE一下 在结尾的部分有问题对照表 手架处于进球线上 球星 瞄球星 出杆值 球进了 可是大多数人打不进的原因 都是出杆出歪了 看看这两杆的球结果 虽然都是打不进 但是原理各不相同 如果你看懂了原理 就知道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准度 第一杆 手架的位置摆放有点偏右 在第一视角中几乎察觉不出来 此时出杆歪向左边 白球撞击到了左侧 目标球就打到右侧去了 注意看 打完后的白球是没有旋转的 说明白球的击球点位没有问题 由于上一杆打在了左侧 到了这一杆 你就会想着朝右边打一点 可是结果白球还是撞到了左侧去 注意看 这一杆的白球 它却是带着右侧旋转 要知道 球是一个弧面 如果当杆头击打在中心点右侧时 会让白球产生一点向左的偏移力 结果会导致白球向左偏离球杆方向 所以当你越想朝右打 白球反而会越偏到左侧去 那么想要判断打不进球真正的原因 需要根据两个结果来 一是看白球打在了左侧还是右侧 二是看打完以后白球带着哪边的旋转 不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对照这张表找问题 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属于哪一种 下课